连下第二天台湾各大山区景点塞车也是塞爆了 像是宜兰太平山游乐园区 车潮回堵了两公里 那么另外呢在南投通往西投的交通要道 更是回堵了将近十公里 车辆在道路上动弹不得 民众塞了快两个小时真的是受不了 有人下车舒展筋骨 有些人呢就留在车上聊天解闷 只能够自行的调整心情了 估计今天西投森林游乐园区 涌进了超过六千人次 塞塞塞一路狂塞超过十公里 不会啦现在看一下舒缓一下而已 真的好难受驾驶下车舒缓筋骨 还有一家大小出游玩 车上大聊特聊 车子塞在车阵动弹不得 民众想方设法解闷只能自行调试心情 还有车子受不了高温 退出战局先到一旁散热去 车太热了 这是不用啦 廉价第二天南投西投的森林游乐区 单日涌入超过六千人次 直接塞爆附近的交通要到 早早出发的民众还得等上将近两个小时 你们这样塞车塞多久了 塞喔 塞两个小时了 从那个下加油第二步开始塞 下加油第二步 人潮跟车潮很多 我们预期的入园人数 应该会达到六千人次以上 除了通往西投的道路瘫痪 北部的宜兰太平山游乐园区 车潮一样塞好塞满回独两公里 疫情趋缓 全家大小一块出游玩 也让人看见台湾民众外出旅游实力 记者综合报导